好,我们来看到这个类题 比重1.16含有21%的氯化氢水溶液150毫升 和6.0大M的HCl水溶液350毫升混合 假设体积具有加成性 则混合后的盐酸溶液浓度为多少大M 好,那这一题会运用到一个概念就是 混合前后的溶质的总墨数是不变的 好,那第一杯溶液它给你的比重 那比重我们可以视为是没有单位的密度 好,所以密度乘上溶液的体积 就会是溶液的重量 好,所以我们可以利用1.16乘上150 会得到溶液的重量 氯化氢水溶液的重量 再乘上21.0% 好,这样是溶值的重量 好,溶液的重乘上重量百分率浓度 就是溶值重 好,那它再处理它的分子量 就会得到溶值的莫数 那氯化氢溶值的分子量是36.5 好,那么第二杯的话 6.0大M 体积膜浓度乘上溶液的体积 以公升为单位也会得到溶值的莫数 所以0.35 这是第二杯溶值的莫数 好,那总莫数相加之后 除以溶液的总体积 那因为本体它有假设体积具有加成性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150毫升加上350毫升 然后再换成公升 就是除以1000 好,那这样我们就会得到 溶值的莫数是3.1莫 那溶液的体积是0.5公升 好,那如此会得到6.2大M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给的答案 好,混合前后溶值的总莫数不变 那混合后的溶液总体积就是0.5公升 那混合后的氯化氢的总莫数是3.1莫 好,所以我们根据体积莫浓度的公式 可以得到0.5公升中还有3.1莫 也就是每公升还有6.2莫 就是6.2大M 6.3成长 7月1日 1、329毫升 6.3公升 7月1日 5月1日 10日 6月1日 9月1日 10日 20日 9月1日